新冠肺炎本土疫情接点爆发 台北市与新北市的防疫警戒提升到第三级 日前立法院朝野协商就决议 如果疫情持续扩大 最后台北封城 立法院就要采取视讯开会 但似乎直到现在 仍有许多立委还没有做好准备 私信的一些会议的一些准备工作 那我们也积极由资讯处来做一些附件 所以我们可能资讯处在这几天 都会跟委员希望 目前还有72委员 并没有附件所谓的资讯会议的APP等等 所以我们大概利用这一段时间 我们会尽快地把它附件完成 同时因因疫情不断地变化 17号一早立法院就召开防疫会议 也拟各项的防疫措施 立法院这个在礼拜三的时候 就是所有委员会正常开的时候 我们会把隔板完全把它架设好 那异常的隔板会在礼拜五的时候 把它架设完成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那我们立法院就要求所有的一些行政部门等等 在开委员会也好或者宴会的时候 尽量人数能够降低 所以我们在委员会开议的时候 我们因为现在是由二级提升到三级 所以我们人数也要降低 所以委员会就从五十个人降到四十个人 那这个大的委员会 就像九楼大银行量委员会 就有八十降到七十个人 此外出入立法院的相关人员 全程都要佩戴口罩并实施试炼制 异常的门窗也不会关闭 随时保持空气流通 委员会院会停止茶水供应 会议中全面禁止饮食 院方也赠送给立委职员等 小瓶装的酒精方便随时消毒 那再来就是我们很多那个消毒 还有防御的一些措施 我们现在都会随时滚动 那我们人事处也要求我们所有的员工 可以异地办公 我们有些异地办公的办公室 我们也会处理 再来希望大家能够分流 担心上班 那这个我们都 可能今天就会完全去发封闻 让我们所有人去落实 这边中心 台北报到